谢一涵在今天开解压亭当庭痛哭 她说后悔如果能够从来的话 她会用别的方式来处理 而拖累妈妈嘴老板股东等三个人 她感到很抱歉 前面状况连线的记者温思涵 痛下杀手 今天疑神到高等法院来招待接压亭 越方最后也是裁定收押 那今天我们可以看到 谢一涵是留着一头短法 其实她在庭上的时候 是有说着说着就相当的难过 当庭哽咽落泪 她希望可以还给家属一个公道 她表示说在看守所的期间 她其实思考了很多 有想到家属的立场 如果她是家属的话 她会希望得到什么样的答案 是表示相当后悔 语气中是看似是接受了死刑的结果 她也表示非常对不起 这些无辜牵涉案件的人 就是包括吕炳红等人 因为她表示自己不应该假笔录 害这些人无辜牵涉案件 那法官最后也是语重心长 希望谢一涵在看守所的时候 可以好好的思考 并且希望在之后的准备庭 之后的审理庭 她都能够说实话 让案情各真相大白 影响最新主播 好的 谢思涵 更多新闻休息一下 马上回来